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成 呦 這不是阿東嗎 我們不是要去找GTR 你怎麼開VS出來 沒有啊,就我剛剛載了小孩 我看時間有點趕 我就先過來啦 不是要跑嗎 你開VS來 夠看嗎 那上次開雅哥你就被放到迷路 那這次我開這個 看會不會對你友善一點啊 我看他這台車 佔力只有五千 我的K8改了手排 搭配我的可變胎寬系統 佔力起碼三萬 我看你這一次怎麼放我 我前天剛換的R1004 這可是直逼S007A的乾爪啊 看我待會怎麼放你 不然這樣啦 這次換你跑前面好了 不然我怕換你迷路 你認真 讓你啦 認真 讓你啦 欸走啦趕快 不然等一下GTR就走了 好啊走了 好啊走了 你確定你不跑前面 讓你啦 好啊 再拍一張 那 JAMES 為什麼連車尾都看不到 快點太燙 我還沒開燈啊 你早說嘛 重新重新 幹重新 我還沒開燈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我是東東 大家好,我是大臣 欸等一下,你說你是東東,那我說我是辰辰 再一次 上一個戴這個頭套的叫周周 所以我要叫東東 好,那再一次我也叫辰辰 好,那再一次我也叫辰辰 哦,那好不可能 我們剛剛前面這一段其實是 打比賽的啦 我們開車還是要講求安全 我們只是做一個示意 我本人是很peace的啦 說實在話啦,我跟不到他啦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 R1004的開箱 上一條是R1003 你用了多久? 我用了13個月 這麼快? 買菜車欸? 我老婆平常接送小孩的車 你老婆怎麼開車? 我不知道可能有時候趕上下班吧 對啊,你也知道有時候女生嘛 你信嗎? 那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 收看他的頻道 大概就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里程數 里程數大概1萬6 我怎麼那麼短命 RE系列本來就是運動胎啦 那你如果常常有在運動的話 差不多就這樣 有車有分享他可以跑5萬4 怎麼可能? 可能用車的環境啊 因為我都跑市區居多嘛 我知道 你的市區等於高速 高速等於超高速 我在幫他在一起拚命挖坑 不要一直黑我 你剛剛好幾次都想講靠牙 我可不可以先把頭套拆掉 我沒辦法講話 可以那你就自己開一個 RE013的胎罩表現怎麼樣? 胎罩表現其實還好 如果Vias這種隔音不好的車子 會覺得很大聲嗎? 老師說 不會 1萬3千公里開始會轟轟叫 我後來換了004 一樣轟轟叫 後來發現是輪舟程壞掉 那你現在輪舟程修好之後 004會叫嗎? 非常安靜啊 現在可能普立司通他們新的跑胎 都這樣 003跟007A 有沒有什麼很明確的感受上的差異 003嗎? 當然抓地力 我覺得有一個落差 不會到差很多 但是你就可以感覺到 一條比較好 比較抓 那003就比較遜色 那濕地呢? 濕地的話 003會再差一點 而且RE013用到後期的話 雨聲排水性會很不好 水漂 對 如果你是一個很注重他濕抓 或者是排水性的人 我覺得你還是去選別的品牌 苦特意 火米其林 對 那你如果是一個 你只要乾抓 還有它的支撐性 我覺得003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我那個時候 在南深入試你的VIRS 過彎其實很敏銳 放在門打下去的第一下很準 對 彎中還可以再做一些動作 對阿 那你現在換了4條RE014 4條換起來多少錢? 4條換起來大概1萬2有漲 略貴 但是以它的整體性能呈現 我覺得是很合理 我覺得這004跟003最大的差異就是 抓地力 我覺得直接高了一個檔次 真的假的阿 像我自己的 有這麼明顯嗎? 我自己的雅各是裝S007嗎? 你也知道 我現在裝才開3天 我就會感覺到 它這台車抓地力已經超越了雅各 裝這個S007A 這是我現在的感覺 真的呢? 落地就擠磨合 我裝完當天晚上我就去跑了 因為我說了嘛 普利斯通就是私下貼紙 那瞬間就磨合完畢了 這麼舒服 我們只是要強調說 它這個輪胎真的是很熱血的輪胎 因為你算是很短時間內 就從003變004 所以你對於輪胎之間的差異的感觸就會很明確 對 非常明確 不是像那種一條輪胎可能用了三年 然後突然叫你回憶起三年前的抓地力 那都是假的 如果以同尺寸的輪胎 當然004還是略數007A 那現在是因為我兩台車 一台車重比較重 差在車重 就會讓我覺得 裝著004的Vios 真的有像官網說的 直逼007的乾抓 因為我這台車我只改了一個 Artist的15吋旅圈 那避震器沒改 開起來以我短短三天的感覺就是 以前我可能比較快入彎的時候 R1003會滑 所以可能就要早一點入彎 那把那套邏輯用在R1004上面 是不行的 因為它一入彎就直接入彎 它也不會滑 所以它更敏銳 它很敏銳而且很抓 所以當我套用了R1003的開法 在開004的時候 反而會有點措手不及 覺得我的tempo早了點 我可以再更晚一點 對 那長彎的動態 長彎的動態 我覺得它這個支撐性 真的是好像更好的一點 其實Toyota Vios呢 小弟我有開過大概半年至一年 那我認為這台車呢 其實沒有大家講這麼不堪 如果你要安全駕駛 開起來舒適 行車的品質要好 當然每台車都一樣 基本保養一定要做好 再來是底盤的避震器 一定要維持健康 選擇一條好的輪胎 是重點 因為像這種經濟型的小車 很多人都會選擇買便宜的輪胎來使用 那當然你的行車安全一定會大打折扣 然後 入彎的那一瞬間很敏銳 那彎中的支撐性 還有它輪胎的抓地力的持續 的耐力我真的覺得還不錯 真的不錯 真的蠻硬的耶 它不是那種Q彈的感覺 你會感覺到你現在所有的底盤作動都來自於避震器 沒有什麼輪胎那種Q彈折胎的感受 甚至於會有一點點厚重感 彎中在修正 它頭馬上就進去了 有沒有 因為15吋要花到3000多塊一條 好像蠻多人都花不下去 但我真的奉勸大家 就是不管你今天挑什麼輪胎 不管你今天開什麼車 真的輪胎用好了 真的是對自己跟對家人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這個持續力真的是不錯耶 我覺得還不錯很值得投資 但總之就跟大家奉勸一下 居家買菜出門小玩輪胎真的很重要 安全第一 那我們趕快去找一下GTR 要玩了等一下真的遇不到怎麼辦 我可以戴著頭套開車嗎 可以 下次見拜拜